那这里真的是很离谱的状况 这新北市一名两岁男童 前天下午他为了找阿嬷 从幼儿园溜了出来 夸张的是园内的老师和行政人员 竟然浑然不知少了一个小朋友 男童呢就这样一路拐了好几个弯 越过危险路口 花了半个小时走了两百公尺回到家 阿嬷看到孙子简直不敢相信 也认为这幼儿园是严重失职了 还不到两岁的些小弟刚学会走路 一步跨出去就开始走个不停 他的阿嬷怎么也没想到 送孙子去幼儿园托育 小朋友竟然偷溜回来 原方完全状况外 我让阿嬷带回来都是用走路回来的 他认识路 好恐怖耶 外面给车子碰到怎么办 还是给坏人抓去怎么办 明明幼儿园少了一个小朋友 还失踪半个小时 老师和行政人员竟然浑然不知 让阿嬷很气愤 14号下午谢小弟因为想阿嬷 从新北市汐止一家幼儿园偷溜出来 一路穿越大街小巷 走了200公尺走到家 期间不但拐了五个弯 还越过两条大马路 小朋友来到这个路口之后 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因为他要过马路才能到幼稚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路口 其实有相当多的汽机车 小朋友过马路相当危险 我还先深深的一鞠躬就是说 真的是我们原方的舒服 那因为礼拜六补课的那一天 那刚好我们有就是厂商送我们需要用的教材一方面来 原本表示由于当天老师比较忙 没有注意到大门是打开的状态 才会让谢小弟不小心溜出去 还失踪了半个小时 坦诚有舒适 当天下午已经向家属道歉 除了开除当时照顾男童的老师 目前已经在大门加装门禁装置 希望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这位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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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 新北市新北市报道